嗨 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阿基亚 阿基亚是我会员问的其中一只股 很明显可以看到呢 它其实在叫做头部盘整 头部盘整 当然头部盘整呢 通常都不是好事来的 已经盘了差不多整 整三个月了 他盘整区呢就是大概是一块一毛钱到一块两毛钱 这边 一块到一块到快一到快二钱 而他每次突破这个快二钱呢 这边呢 都是站不稳的 最后就跌回来 这边也是这样 现在快二钱在守住 要跌回来应该 也是蛮大机会的啊 这种呢就 就是棺材吧 因为如果买路的话 真的是很容易被套的 如果要买路的话呢 就要买在这个教会吧 花一千吧 在底部 这条线的盘整区底部 然后希望他又弹回去的时候 可以赚一些差价吧 呃 但是我认为呢 这种 头部盘整的呢 才是暂时避开他吧 呀 因为如果他跌下来的话 是很厉害的哈 ok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当然也不一定是对的 呃 最后的决定前将你自己呈上 谢谢大家